孟奇流散 掏出暴击流的连结 这把击败运对决 打这种很肉的阵容的时候缺的不是容错 而是后期暴击流的暴招伤害 这把队形割压 我们前期是打不过带恐暴的割压的 直接避开队线 让队面先倾陷 不会刀多板30万紧击 用技能保障自己不落刀 这里讲一下法球流跟暴击流的区别 法球流是通过电刀法力 也就是前击强 很肉 但是后期没伤害 暴击流是通过装备提供高额暴击 也就是前期弱 很脆 但是后期伤害爆炸 这把对面梦奇跟刘善是需要我们处理的 都打不动他们 所以我们这把需要暴击流的后期伤害来终结比赛 那这把的思路就很清晰 前期求稳 等无尽破晓法力 让对面先把第一支兵打掉 这样兵线就会往我们塔这边走 注意一下地图张开来了 卡了兵线 一分半以后还没准连体 打字也行 开麦也行 真的 射手很需要辅助保护 特别是玩敌人节 下路天的WB2 对面是狂暴格压 我们对面是弱势狂 很简单 保证自己发育 不跟对面打 把兵线清掉 我们要做的就收掉桌边资源 回去跟鸟牢牢弄在手里 对面中单抓下 我们就矿压 注意回来刷新 打人我们是留不住的 抢个蟹 同时注意小地图绕过来的玩儿 想到了 注意中单位置 一张精准 但没配合的黄牌 在这两个 听到兵线推塔 等下一波兵线 继续推塔 这里我们中单就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思路问题 他抓完人以后不需要帮我们推塔 应该转中清线发育 第一 回到中路的经济收益最高的 第二 我们下路都落视野了 对面就会压中 现在转中已经来不及了 视野会发育 保重自己的经济优势 这样才能在后面发力 上路不换 中单白给 这波被对面抓到一个往儿在下压中的机会 直接优势变成军事 开始手中塔模式 清线就好 我们来暴击流 这个阶段是没伤害的 真的刮 继续转按进去发育 暴击流很吃装备 无尽才到第一个法力点 所以十分钟之前 纯发育 能运营绝不打散 刷野 锁到之处顺口不升 打完鸟回来开龙 暴击能增加情绪额外的伤害 所以控罗是很重要的 跟对面保持距离 消耗就好 但是别给对面看了我们的机会 打完龙 继续转按发育 对面打野 开始阻挡换节奏 注意起来都给我们清晰 上路四个 往前进线 木兰下路漏了 对面这波中路漏房 这里玩温雪要走了 给一个请求几个信号 还好有打野 不然中塔过去也推不掉 推到中塔 回来继续发育 把下星清掉 6分钟以后开始拿换代节奏 你就是打野的第三口 我们四个打算 打野吃蓝区 再先发育 站住中边草 给出对面篮区视野 木兰 梦奇在下路漏了 回来清中线 下路三个 往而给了上路视野 这波转下推打 跑兵也射掉 冷知识 敌人杰克用第三排探草 还有一技能跟大刀也可以探草的 开始推上塔 同时注意起来对面的分布 野斧在下 继续往前进行给压力 四个都落了 对面压下我们就跟对面换节奏 继续往前压 不要跟着对面节奏手 引导对面跟着我们节奏走 最上塔 最小就能包过来了 一张歪了的黄牌 二技能往后拉扯 闪现条位保持输出位置 小心木兰一闪 再怎么来 注意后面包过来的流伞 再怎么来 注意后面包过来的流伞 再怎么来 注意后面包过来的流伞 时间麻 身份重龙点 军事局 节奏是很重要的 占逐暴君这边草重视野 看小地图梦起往红区走了 完全普攻输出 嗯嗯 众所周知 连接这两个技能 推下中塔 卡住对面的位置 回来开龙 龙等于后期的节奏 打完龙注意下技术 对面想换龙 靠过去 让队友往前抗 我们先进线 给对面兵性压力 对面放起拿龙 见好就收 别着急 回来拿个红色打团 现在主动权是我们的 打完红开始肆意分推 也就是五人打两路 把转也停掉 注意能威胁我们的点 孟奇 流散还有木兰 普攻能同时保住输出位置 二线之后撤 红码不减速 流散交闪 现在这个局势 彼此就谁失误给机会 跟对面拖着就行 这把的孟奇流散是需要我们出货下来处理的 好 四马一一马当先 直接被给 回来首架等下一波 打字告诉队友别着急 把一把游戏都从20万来打 游戏不是着急就能赢的 心态只是我们赢的关键 注意往而位置 好蹲 带走格亚 普攻往后走 小心木兰一闪 一换二 很好 预论我们争取了八月时间 继续进去发育 还差一千经济 再拖一下 注意小地图往而背开 往中靠着同时三者往来局势 队友调点 这部团战肯定打不过的 抢中线把兵线请掉 飞个队面推进的机会 往后跑路 二闪拉开 回头黄瓣警告 普攻出出 四马一好大 这部大野一环一 我们血战 流上木兰大蝉 只有一个哥呀 等敌线往前再见 木兰上落了 开往前压 这个装了场 注意小地图暴军刷新 直接回来打罗 ok 坏下有了 十四分钟前我为诺诺 十四分钟后我重拳出击 给你们看看暴剧流点解真正的强度 黄牌期间 蓝人先打人 别把伤害都给聋了 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发力很重要 入食器稳定发育 等强势器破晓的耐克 直接终结比赛 关注我 让我教你学生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